各种职业的英文单词和例句 看三七期的 这我们系统性的 去了解认识单词 效果比较好 It went to the church to talk to the French Padre Padre 什么意思 The pages were dressed in uniform A painter is painting our house A paleontologist tries to determine what the historic life was like She saved a paint handler a hundred dollars Sunders papers and magazines But by photos taken by paparazzi The congregation will listen to the Parsan's sermon every Sunday morning The pastor preached a lively sermon last Sunday The pathologist examined the dead bod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death There are two prone brokers in the street 他到教堂 看谁talk 去讲话 跟一个法国人 到教堂嘛 或者是跟歌星嘛 那些讲话 那这是什么职业呢 到教堂 应该跟神职人员嘛 Parsan's sermon Parsan's sermon 跟一个法国Parsan's sermon 欧洲比较用这个字 一般美国人 美国很多用字 没那么讲究 因为我们这边列出来 都是全世界在讲的 我们一般美国人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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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arsan's sermon 神父的意思 这Page是一页一页 这Page是一页一页 Well this book has 100 pages 书有100页 那这个一页一页 这是什么东西呢 Dress 穿衣服 这个书本一页一页 不会穿衣服啊 穿什么 uniform 制服 那人才会穿制服啊 那不是书本一页一页 所以一字多一啊 所以Page 除了是一页以外 这Pag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 这张剑就是 旅馆里面那个小丝啊 跑腿的啊 一叫就来啊 诶 那个小张啊 麻烦你把这个客人啊 要check in 要入座 麻烦你把他这个行李提一下 跑腿的 诶 那个 麻烦你通知一下 这个 王副理啊 什么事情 小时啊 或者 大厅里面 那个 呃 就是常怀人员啊 跑腿的啊 这样子 那Page 它动词可以当什么 以前啊 现在有 就用广播呼叫人 那 呼叫 等于是呼叫这个小丝啊 跑腿的人 随时叫他随时去干活啊 所以这个是Page Page Page当然很简单啊 但Page有两个意思啊 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油漆匠啊 一个是油漆匠啊 那这边是油漆匠的意思 一个油漆匠啊 呃 正在 不是在画我们的房子啊 嗯 就是对英文不熟悉的可能 比如说假设他翻身 一个画家在画我们的房子啊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用啊 那个油漆匠啊 油漆匠啊 在帮我们房子 在 在漆我们的房子 一直完全搞混了 所以一直都一常让我们搞混 或者让我们 这些人啊 会错意啊 当然画家应该 另外造个具 没有造啊 在口头讲一下 他也给他画家 这个字好难念啊 Pageontologist 什么行业啊 试着去决定啊 到底是啊 或者我们可以 口头上翻译翻成 到底是怎么样啊 所以你要造一个字面翻 就很累啊 一个什么人啊 试着去决定啊 什么啊 死前的生活啊 事啊 像啊 哇 什么啊 谁听得懂 啊 这个复合字 这也不算复合字啊 算一个字 它这个叫字首啊 啊 字首 prefix 那字根是root 字尾是 suffix 就代表前面啊 就死前了 死前了 这个不要讲生命 死前的生活啊 到底是像什么样子 这些古生物学家啊 专门研究古代的 不研究现代的 他试着去啊 去 我们讲界定啊 不要说决定 这也不算决定 就界定啊 或者搞清楚啊 口头上要搞清楚啊 如果文字就是去界定啊 去厘清啊 死前实在生活是怎么样啊 他给了这个pain handler 这就复合字一个pain 一个handler pain是锅子啊 啊 handler是处理者啊 处理锅子的人嘛 你就一直搞错了 给他这个 他给这个人啊 一百块钱啊 一般不管有那个钱的符号 或者没有钱 如果没有特别指定啊 就是就是交美金 我这给不少啊 他给这个 这叫乞丐 pain handler 乞丐 给他一百美金啊 哇 这把给太多了吧 啊 这个 锅子 锅子不好 我们就改成 啊 我们说 one dollar 改成one dollar 那把s去掉啊 这样比较合理 给一块美金啊 给一百美金 不太可能啊 这有一些报纸啊 newspaper可以当报纸 也可以当报社啊 那这边是报社啊 有一些报社啊 因为报社是不加s的 啊 报社可以嘛 有很多报社啊 这有一些报社啊 跟杂志社啊 magazine除了是杂志社 也可以当弹夹火药库啊 这个一只多一最麻烦 啊 会 会买这个照片啊 所以照片可以用picture 一般人picture啊 photo有事啊 甚至 就 有人直接简单 美国人很喜欢把它缩写 不是缩写吧 把简化片pict 才用pix 啊 但picture除了照片 也可以当电影啊 啊 会买一些照片啊 那jacken就是由谁拍的照 paparazzi啊 这个 新闻你会查一下 叫狗仔队啊 他不是paparazzi 是paparazzi paparazzi 狗仔队啊 这个也没有复述啊 在congregation就是一堆人啊 通常是讲那个 去做礼拜的 进入教堂的一堆人 信徒啊 聚会啊 一堆人 congregation 就一堆的信徒啊 去听啊 parsen是这个神父啊 去 去讲道啊 每个每个礼拜天上的 那parsen也是神父啊 preach 就讲讲经啊 讲宗教的东西啊 lively啊 就是活生生的意思啊 不是居住啊 活生生的 就讲的 一段很生动的啊 一段很生动的啊 讲经讲道 上面就是讲经的内容啊 上个礼拜天 那两个都是神父啊 或者牧师啊 甚至人缘啊 那两个差在哪里呢 这个 所以这个语言也是文化的一种 比如说我们知道中文的意思 但是不知道它确切的意思啊 这parsen就是教区牧师啊 像英国啊 有很多那个 牧师 英国是国教 也不是天主教 也不是基督教 他有分配啊 这个教区啊 这个分伦敦啊 有分好多很多区啊 就像我们管区一样啊 是教区的神父啊 就是parsen 那这parsen呢 他是 因为那个教区的神父会到处跑 他这个教区嘛 就像管区他熊罗嘛 他有时候会 东跑西跑 跑到张家长离家短 要传教嘛 那parsen不懂 他教堂里牧师啊 他不太懂啊 parsen 差别在这里 那这样的军事啊 这个 是什么行业这麻烦 叫病理学家啊 病理学家去检查 尸体啊 为了要 要造这个死因啊 死亡的原因啊 病理学家嘛 他当然要会解剖啊 他不是厌尸官啊 不是法医啊 他是医生啊 他研究啊 到底是哪里病变啊 可能这个警方啊 甚至法医啊 搞不清楚 请那个病理学家 病理学家要去那个 切那个 割下来一片 去化验 哦 他是有什么引起的 有两个 Tom Burgers 这个叫复合字啊 虽然两个字一个意思啊 在街上 在街上有两个呢 当铺啊 所以这个Tom Burgers 你也可以当当铺 也可以当当铺老板啊 这边是当铺啊 我们应该造个去造 当铺老板 当铺经营者 Tom就是当铺啊 当他有很多意思啊 也可以是那个 玩西洋棋玩下棋 下棋那个兵啊 竹啊 也可以当典当啊 然后这个 典当的交易员啊 经纪员啊 就是当铺的 爸爸啊 当铺的 伙计啊 都可以啊 反正从事这行业啊 也可以当 直接当当铺啊 不是人是一个 一个场所啊 一个店面啊 这期讲到这里